文联及团激基金 统地藏起来 《新台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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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我们团激基金 香港内的团队 我们就想到了一个 叫做民生无小事 一个概念 什么叫民生无小事 就是说 其实我们社会上 有很多问题 有些可能长久以来 都未能解决 最糟糕就是 我们还在讲政策大方向 政策大方向之外 细事怎样解决呢 我们觉得 这个是不是我们商界都可以参与到 而可以即时都帮到手呢 但是我这个都是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在去年 7月和11月的时候 我们试了两次一个pilot的计划 去动员我们的商界领袖 我就亲自打电话 给了我们几位商界领袖 有五位 四位四加我 五位 扔他们的胸口 就说 可不可以你们公司 派一些同事来 参与我们的过程 在一个星期之内 要解决一个民生无小事 一个星期 一个周末 被他们坐下 想 但不只是他们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社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都要透过我们的社区组织 所以其实我这个计划 不单只是民商官 是民商社官 几方面 因为我们都要透过社区组织 能够知道社会的需要 我们开始计划 是这样 大家都关注我们很多独居的老人 在一些比较劏房户 很差的居住环境 他们每天面对一些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透过我们社区的组织 带我们商界的领袖和他的团队去体验 体验知道需要之后 他们个别回去想想 我们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他们去想一些方案 来解决 所以透过我们两次 一个pilot的试验 7月和11月 我们总共有五间机构参与 最后有六个建议出来 试验完之后可以的 下一个步骤就是 如何分析 因为你不只是服务一个受众 你能不能令到大多数受众都可以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社会的问题 我们不断认识 或者承认这些问题 我们有个blind eyes 这些社会的问题 NGO会解决的了 政府会解决的了 为什么要我们去解决呢 我自己很多时候 很多公司都觉得 他们都是underprivileged 为什么我们要出一份力呢 所以我觉得 钱是买不到的心 我想那个同理心是非常之重要 如何再重新研点 他这个同理心 关注社会的问题 不要将这些问题 掃在under the carpet 说有人会处理的了 我们自私地去生活 我们做我们自己应做的事就算了 那这个呢 我觉得整个项目的精神 希望我们有回到以前的 the good old day 就好 老人家所说的 伦理关系出现了 的 人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